在今天晚上的紫時 就要到了關鬼門的時候了 這也象徵 為期一個月的民俗月正式落幕 不過在鬼門關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禁忌 甚至在中國 還真的有鬼門關這個地方 不過我想請問學偉哥了 到底有哪一些禁忌 是今天晚上 我們大家要特別注意的呢 今天終於到了7月30號 農曆了 所以今天晚上紫時的時候 鬼門關起來了 那為期一個月的那個民俗月 大家很多禁忌都會怕對不對 最後一件再撐一下 今天晚上 撐完就結束了 好啦 現在很多民俗專家 都跑出來講說 有很多的禁忌 有沒有 我們點幾個來講 他說什麼家中別放磁鐵 這個磁鐵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有磁場 可能會吸引那個 有能量的好兄弟留在這邊 普渡品要吃完 我是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普渡品畢竟放了很久 現在天氣又很熱的話 趕快把它吃完 以免對身體造成 影響對不對 什麼玩偶要藏起來 因為說真的 玩偶很容易 就讓人家有些聯想 而且擺在家裡面 有時候不小心看著 也會怕一下對不對 就好像電影裡面 恰恰一樣對不對 很容易讓人家有驚嚇 那貝爾之類的 還有說什麼 不要說再見 這個說真的 不要說再見 這個倒是真的要注意 在很多場合裡面 包括說什麼告別式 或什麼東西 通常不吉利的地方 大家民間傳說就是說 這個再見兩個字不要再講 能夠不要再見最好 對… 因為講拜拜就好 都這樣 因為再見就是 See you again 不太好 大家講說今天是鬼門關對不對 對啊 可是鬼門關到底是什麼 我們這當然就是 意思就是說鬼門 這個讓陰間好兄弟 能夠串通陰陽的地方對不對 可是說真的 在中國的地名 確實有一個叫做鬼門關 真的叫鬼門關 對 以前我們不是講說什麼 山海關 嘉義關什麼 真的還有一個叫鬼門關的地方 這個是在廣西一個 一個北流市以西 這個地方你看 我們看這個圖片 就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鬼門關 早在一千多年前 因為這個地方 因為當初交通沒有這麼方便 對不對 以前會經過這個地方的人 大概都是被扁關的你知道嗎 流放到這個地方的話 說真的 已經到了廣西了 再扁就真的廣東海南島了 這個運氣應該很深吧 對 所以走到這個地方的話 也不容易 因為當初我扁到這個地方的話 就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真的是落後的地方 而且說真的 這個地方的話 以前早期藏力 因為那個接近南方 天氣比較 天氣比較熱一點 對 就有一些藏力 藏力之氣在這邊 你看最有名的唐朝宰相 這個楊岩有沒有 他也是被扁關到海南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古時候叫岩州 真的要到更南邊的地方 就一定會從這邊 對 所以他經過這個鬼門關的時候 他就寫了一個詞 留在這邊 他說一去一萬里 一萬里 很晃的你知道嗎 很晃的 對不對 千去千不還 一千的人去 一千的人都不回來了 都不回來了 對 所以你看 雅宇州在何處對不對 深渡鬼門關 就是你要生活著過的鬼門關 可是到雅宇州在哪裡 他還搞不大清楚 所以鬼門關就讓人家有這個概念 就想到說真的很難 另外有一個很有名的詞人 蘇東坡有沒有 大文豪 他也曾經被扁到海南 他也去過 對 所以他也曾經經過這個地方 有沒有 我跟他講 延州有沒有 所以他也經過這個鬼門關 那時候他也講了一句話 他說十去 九不還 他好一點 剛才是千去 千不還 現在是十去 九不還 還有一個人可以回來 那個人可能就是蘇東坡 好啦 後來人家覺得說 鬼門關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整年 瘴氣繚繞 因為那個師父大 又瘴力之氣很重 所以這個地方 為什麼去了之後 很多人就死在這個地方了 那覺得說寫鬼門關 實在是不大吉利的 不吉利 所以到了明朝宣德四年那個時候 就把它改了 對不對 鬼門關沒聽 這時候要改天門關 聽起來吉利多了 對 天門 還可以通天地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 現在看到這個天門關這三個字 表示你看1429年西元 到現在已經多久了 也是一千 快要六百年左右了 對 七百年了 對 所以你看鬼門關這三個字 已經變得很斑駁 可是有空的話 如果有機會去那邊看一下 可以看看這三個字 是不是還在這個地方了 好 剛剛確實聽到 這個鬼門關 似乎像真的我被貶關 我經過北門關 鬼門關我可能再也回不來了 就真的是一個 很不吉利的地方 不過真的 聽說在中國 在昆仑山裡頭 好像真的有一個 地獄的入口嗎 其實昆仑山是中國人認為 是龍脈 祖脈的發源地 等一下講說中國的龍脈有沒有 發源就是從昆仑山 而且古時候 包括《山海經》裡面有沒有 它就寫得很神秘 以前這個昆仑山 要去的人很不容易 不僅離那個中原太遠 到了那個地方道路崎嶇 而且山又高又冷對不對 所以去到那邊 就人家有一個很神秘的色彩 所以《山海經》裡面就寫說 其實昆仑山這個地方有沒有 其實就是西王母 它在什麼 在這邊修行的地方 那我們知道 東王宮西王母一直是什麼 在中國的那個宗教神話裡面 就是位於最高階的地位 很高階的一個神明 對 神明對不對 所以《山海經》裡面的西王母 還繪了一個它的圖像 告訴你 你看 這西王母的那個樣子 樣貌有沒有 它就是什麼 豹尾鬍齒 它有一個豹的尾巴 牙齒跟老虎一樣 而且它又是有人類的那個外表 所以感覺半人半獸的感覺嗎 對 半人半獸的感覺 《山海關》裡面很多的神明 都是半人半獸的一個裝扮 一個扮相 好 那我們講回來 既然昆仑山這麼的神秘對不對 昆仑山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祕密在裡面 其實昆仑山裡面有一個峽谷 叫做什麼 納仁格勒峽谷 這個地方又被稱為死亡谷 因為這個地方幾乎沒有生人存在 這麼可怕的一個地方 你進到裡面之後 你看到的 你看 全部都是動物 或甚至人的一些屍體 骨頭 骨骸的地方 可能就沒辦法活著出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 包括當地的牧民 他們也都不敢進去 現在中國更誇張 現在中國已經派軍隊在外圍駐守 這麼嚴重 不希望說你遊客或什麼東西 如果誤闖這個禁地的話 如果死掉怎麼辦 這個政府實在沒辦法負責 而且當地人從小就教育說 你不能夠擅自進入這個區域 這個地方真的很危險 你如果離去的時候 擠都擠不擠你知道嗎 你那邊救都沒辦法救 所以現在這個地方 也被稱為無人區 這麼一大片的地方 無人區 對 好 那我們講說 這個為什麼昆仑山這麼神秘 其實從中國建政以來 中共建政以來 這個昆仑山 他們就一直想要去探秘 以前人家講說新疆 就是包括麒麟山跟昆仑山 很多的石油運廠 所以中共建政以來 他們就一直希望說 能夠把這個地方開發出來 探尋一些能源在這邊 所以那時候很多探險隊 就進到這個死亡谷裡面 1962年那個時候你看 舊探險隊進入死亡谷之後 竟然大部分的那個隊員都被殺害 而且被殺害的人 被殺害 對 據存活的人出來講 對 他說那個殺害他們的不是人 不是人 對 也不是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 那是什麼 竟然聽了之後你會嚇一跳 那叫做螳螂人 螳螂人 對 怎麼可能有這種東西 長得很像螳螂對不對 可是那個身高大概三公尺 手上兩把大鐮刀 所以動作又快你知道嗎 這個已經跳出我們的想像之外了 這個當然1962年那個時候 很早以前 所以這個螳螂人 這種神秘生物的話 很多就列為機密檔案 先給它存起來 可是沒多久之後你看 1979年旁邊有一支軍隊 在這邊訓練 對 訓練的軍隊就在附近 竟然發現了一個 人形獸皮的那個遺體 人形獸皮是什麼意思 就長得很像人對不對 可是它的皮膚 不像我們一般的這個皮膚 它是野獸的皮膚這樣 是毛就對了 對…而且全身被毛髮劈蓋 覆蓋 那個時候他們講說 派一個搬 你們這個十個壯丁有沒有 把這個 這個奇怪的生物有沒有 遺體給它搬回來做研究這樣 哪知道他們搬著搬著有沒有 竟然又遭受了不明生物攻擊 又是不明生物攻擊 而且這個不明生物是不是螳螂人 他們是沒有紀錄 可是反正就是跟人長得不一樣就對了 後來十個搬對不對 一搬十個人對不對 只剩要兩個人生還 才兩個人回來 其他都死了 對 而且身上是有武裝的配備的 竟然還沒有辦法 對這個不明生物進行攻擊 後來大家對這個死亡谷 這個地方的話 真的真的要做一個通盤的研究 所以那時候 就組了兩隊的一個科考隊 進去裡面調查對不對 第一批五個人進去之後 這個是一個黃博士有沒有 他帶領了這個進去之後 最後僅是要一個人出來 只剩一個 對 而且他們講說裡面的人都遇難了 後來就有第二批的科考隊 就比較晚到的那個科考隊 不行 他進去的時候不見了 我們是不是要進去救他們 當然要進去救 正當他們要進去救的時候 竟然有一堆人把他們攔下來 而且這些人很神秘 都穿黑衣服 來了說你們不能再進去 第一隊已經死傷慘重了對不對 你們再進去不是送死嗎 以後我們來負責 他們當初就在詢問那個生還者 遇到的狀況怎樣在寫的時候 第二批的科考隊的張博士 就看到說他手上的記事本 寫的749局 他跟507所兩個 是專門研究超自然現象 所以大家一直以為說 到底這個研究超自然現象的單位 是有沒有存在 後來證實是存在 為什麼 中國有個導演叫陸川對不對 他後來拍了一個3D的電影 叫做什麼 九層腰塔 他就為什麼拍這個九層腰塔 裡面是怎樣 就是很多特異功能人士有沒有 包括什麼肉眼透視 隔空遺物 這些能力全部在裡面 他說因為他軍校畢業之後 曾經派駐到這個單位裡面 擔任文書工作 他去過749局 對 擔了兩年的文書工作 還擔任兩年 對 而且他說裡面有很多 影像什麼東西 他都曾經目睹 所以他才會有這個發想 把它拍成九層腰塔這種東西 可是說實在話 即使749局這種神秘單位存在對不對 後來聽說是把它研究 把這個特異功能人士有沒有 的能力運用到國防上 可是後來可能是因為什麼 結局不怎麼好 所以這個單位就慢慢慢慢 被裁測掉了 不過不管怎麼樣 死亡谷裡面這個昆仁山 跟麒麟山中間這個峽谷有沒有 夾在底下 對 為什麼會這麼的危險 為什麼這麼的恐怖有沒有 真的要把它研究清楚對不對 好 後來他們才發現說 剛才講說 他們在兩座山脈中間對不對 這裡面谷內的氣體 根本就沒有辦法散去 因為它被夾住了散不掉 對 那個氣體散不掉的話 當然久了之後 是不是有很多奇怪 對人體有傷害的氣體在裡面 不知道 這個後來才會慢慢再研究 後來他們還發現說 這個地層竟然是有 強磁性的玄武岩 玄武岩有磁性 從三疊劑那個時候 開始堆疊起來的時候 竟然都是類似磁鐵的 磁鐵礦的那個土壤 土磁在這個地方 所以到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沒辦法那個羅盤都不能用 對 因為職場太亂了 對 而且大規模大區域的 一個殘磁性的土地的話 你就容易什麼 因為又加上霧氣有沒有 就很容易打雷 打雷 對 所以每次等要雷一來的時候 人在裡面的話 不小心一打到的時候 所以死狀都很奇怪 所以剛剛的遊牧民族 或者是那一個廚師 都有可能是被雷打到的 對 可能被雷打到的 好 那另外就是這個地方 叫做凍土城對不對 夏天之後它就會溶解 溶解之後就變沼澤地 那沼澤地仍在裡面 如果陷到沼澤地裡面的話 你的遺體就不見 連藻都找不到 所以這樣是不是可以解釋 死亡谷的恐怖